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京城 我在最后求你一次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你冲着我来 别因为咱俩斗气去伤害了一个好人 好人 他对你多好啊 比我对你还好 是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 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 做了贼还理直气壮 你想知道他有多好事 我现在就告诉你 他比你聪明一百倍 比你善良一百倍 这样你舒服了吗 舒服 舒服极了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你跟你不信念什么关系啊 项目策划书写得跟他妈亲书一样 你告诉我 你能上车了吧 你来看你的胸肉 你来看他的胸肉 静谱 你来看他的胸肉 项目策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不能这么就放弃了 我也没有跟我的工作伙伴说 魔镜被剽窃的事情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把这件事情做成 我需要你的支持 我需要你的支持带来 好吗 太好了 太好了 国心年 你要是真的这么放弃了的话 我可就罪孽深重了 我刚刚一直在想 怎么样才能让魔镜 继续生存下去 怎么样才能赢 其实你不用怕静晨 也不用怕被剽窃 我太了解他了 他只知道走关系 搞特权 他太傲慢了 他根本不知道 移动互联网是怎么回事 他只想着挣钱 现在 他和三大运营商合作 这不还是为了 手机基站服务吗 手机基站占用了卫星频道 收费是拼命不了的 所以 如果你还想坚持下去 我认为只有一条路 你必须放弃最急功近利的盈利模式 做免费的软件 这样 你才能一击比杀 你知道一个女孩 谈论绝杀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吗 但是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 如果你认为我是对的 那你赶紧修改你的项目计划书 谢谢你还信任我 如果需要 我愿意为你提供 投资方面的参考意见 你不怕违反纪律吗 这只是朋友之间的交流 和纪律无关 爱 带你我走很久 幸好你才所有 陪我从无到有